NVIDIA的40系显卡终于是在GTC2022大会上正式揭晓了 其最高4倍的性能提升也确实印证了老黄的强悍刀法 不过嘛,除了具体的显卡外 NVIDIA还为玩家们展示了极为先进的大力水手3技术 下面前代的DLSS2.0 其不仅获得了更好的帧率提升 而且还可以通过GPU生成全新帧来克服受CPU瓶颈限制的游戏 那关于它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 下面就赶紧跟着G墙来了解一下吧 如果说40系显卡的规格属于常规升级的话 那么这次的性能进步就主要是靠核心架构的功劳了 G7该核心架构名为Edlaveless 源自数学家阿达洛夫莱斯之名 同时也是采用了台积电定制的4N工艺 实现了高达2倍的性能光滑比飞远 除此之外,其所具备的流逝多处理器 具有高达823T浮点的着色气能力 吞吐量超过上一代2倍 而第三代RT光追核心的有效光线追踪计算能力 也达到了191T浮点 是上一代产品的2.8倍 至于第四代Tensor张亮核心 则具有高达1.32PETA浮点的F83张亮处理性能 超过上一代使用FP8加速性能的5倍 简单点说,此次40系的Ada Loveless架构将是历代产品中性能增幅最为强劲的 甚至也远超了9系Max Wheel架构到10系帕斯卡架构的进步 可想而知,这样的性能提升确实是相当离谱了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其中还有一个名为DLSS3的外挂 据悉大力水手3是由全新的第四代张亮核心和全新的光流加速器驱动 具备着开创性的光学多帧生成功能 而据NVIDIA官方表示,与没有DLSS相比 开启DLSS3之后,游戏性能能够提升4倍 除此之外,由于DLSS的生成帧在GPU上作为后处理之行 所以即使是遇到了CPU瓶颈,那么也可以提升游戏性能 而且这项技术已经支持了Unity和虚幻引擎 同时像黑神话悟空,Cyberpun 2077等超过35款游戏 也已是加入了该技术 当然嘛,目前最关心的是DLSS3能不能作用于30系或者是20系显卡 毕竟有这样的性能提升,还不用考虑CPU瓶颈 哪买什么40系显卡,你们说是吧 至于有了这些的加持后,根据NVIDIA官方表示 在微软模拟飞行,Cyberpun 2077和战锤40K暗潮中 无论是RTX4090对比RTX3090Ti 还是RTX4080对比RTX3080Ti 它们的性能均是获得了2-4倍的提升 然而也有的游戏,六升华危机村庄,刺客性能10电 以及全军封锁 RTX4090对比RTX3090Ti性能提升不到2倍 至于RTX408012GB,其表现则是不如RTX3090Ti 但就是这个价格和功耗嘛 其中RTX4090售价12999元起,功耗450W 对比RTX4090的11999元起和350W 上涨了1000元和100W 而RTX408016GB,售价9499元起,功耗340W 对比RTX3080的5499元和320W 上涨了近4000元和20W 至于RTX408012GB,售价7199元起,功耗285W 对比RTX3070的3899元和220W 也是上涨了3300元和65W 这样一比较下来 只有RTX4090就有性价比的世界看来是达成了 他真的,我哭死 所以各位玩家现在是如何考虑的呢 是选择购买RTX4090,RTX4080 还是之后的RTX4070或者RTX4060 甚至是继续做等等档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上说出你的看法 而之后乔机客也会为大家带来这几款显卡的实际性能测试 所以也请继续保持关注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发布会技术方面的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我超级客 我是丽强,我们下期再见